加油 今天很晚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一起吧 那于云飞 我们也先走了 好 路上小心 这哪个班啊 居然排练比我们还晚 不知道啊 天气预报说今晚下雨 还是早点走比较好 这不是管成他们班排练的教室吗 管成 居然一个人在加息 明明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排练 傻傻的 再来一遍 不过 是你真的样子还挺帅的 怎么了 快扶我 我的腰好像闪到了 你可真是不让人省心呢 千万别乱动哦 哥 云飞 是你啊 你也真是傻 居然一个人排练到这么晚 我又是没看到怎么办 那我就自个慢悠悠回去呗 多大点事啊 快扶我起来吧 不疼了 疼啊 不过这地板太凉了 一直躺着也不是个事啊 光秦 也不能让你一直帮我按着吧 是吗 管成 我突然发现你这人有一个毛病啊 我咋要 有点太过独立了 啊 因为不想拖别人后腿 即使不情愿 却还是默默地在背后努力 又因为不想耽误我时间 即使腰疼也要起来 这 这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可大了 你知道吗 朋友之间就是要相互亏欠 才会让彼此的情意更深 更重 你这么不愿意给人添麻烦 要如何去亏欠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对啊 朋友之间 难道不应该是真诚相待就好了吗 为什么 非得相互亏欠啊 你还真是天真啊 啊 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真诚的人 即使有 谁知道真诚的表面下 是否藏着另一副面弓 而你所谓的真诚 最终换来的 不过是虚情假意 遍体鳞伤 如果真诚相待就可以的话 又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学会了伪装 那 云飞 你带我是真诚的吗 其实 又下雨了 赶紧找个地方躲一下 我也太倒霉了吧 腰还没好 雨又下起来了 云飞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一下雨 容易脱疼 老毛病了 那 那怎么办啊 这么关心我 那不如 你随便给我讲点故事 让我分享心 故事 那天 我讲了和豆豆骑自行车 和小乡村到了镇子 就为了买珍珠奶茶的事 还有追蝴蝶 看夜景 和太多太多的童年回忆 这是唯一没有和于云飞讲的事 来来来 多吃点 这是管叔叔做的鸡汤 管承 你看豆豆吃饭多死我了 你再看看你 以后娶得到老婆吗 那我长大后 娶豆豆为妻 笑什么 傻孩子 男生和男生是不可以结婚的呢 为什么呀 你长大了就懂了 那时候的豆豆 只是太可爱了 是吗 你这么喜欢豆豆啊 只不过这种天真 谁能一直保持住呢 而你心中的那个豆豆 还会是你记忆中的样子 这个我没想过 好了 雨停的差不多了 我们回去吧 好 我似乎没说错什么呀 慢点啊 我的腰啊 多走走就好了 为什么感觉 有点不高兴啊 小心 这什么字迹啊 没看到这么大俩人吗 云飞 云飞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我看你都吓呆了 还说没事 我只是被你 被我 没什么 就是 被你的憨憨行为惊呆了 穿得这么白 居然成英雄 也不看看对象 我只是条件反射吗 只是 条件反射吗 谢谢 你 真的很好呢 小事 反正我本来就很苍 是有发语音过来了 管成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你人呢 宿舍马上就要关门了 你知道吗 什么 这不是下雨了吗 行 我帮忙和宿管说一声 挂了啊 怎么了 头又开始疼了 喂 你赶紧回宿舍吧 要关门了不是吗 得了 我还是先送你回去吧 那宿管那边 你家不是有个沙发吗 我看着还挺大 你 认真的吗 看你衣服都湿透了 这个是睡衣 记得换上 还有一次性牙刷 毛巾 都在这儿了 这么齐全呢 你是不是早有预谋啊 看来你还真是 越来越了解我了呀 得了 我得去洗漱了 开玩笑 果然还是开不过你 云飞 这么信任我 我去 这个声音 是不是逼得有点过了呀 云飞 你难道就没别的 啊